讓大家看看濃郁的程度 番茄也不用太小 當茄糕炒到香味 大家好,又是我星星,和大家職人吹水 大家看到,這麼多蔬菜,這麼多配料 我只要吃菜 還有今天的主角 謝謝另一個主食頻道,吳淑吳吃 提供了一件很優質的牛煎 為了隆重其次這件牛煎 邀請我妹妹來吃飯 我做了羅宋湯 什麼都還沒做,我來講講廣式羅宋湯 材料先,洋蔥,檸檬茄膏,西芹 青椒,紅椒,椰菜,甘筍,這個呢? 這個蕭菜不是的 還有番茄,薯仔 還有月桂葉,我還沒拿出來 這麼多材料,首先第一步 先處理一件牛肉 這件牛煎肉,放4度濕溫 將它弄到軟身 然後用濕溫水,浸10分鐘 這件牛煎就相當有質 用來煲湯,用頭頭尾尾就可以了 這件怎樣?這件我都煲 好,煲完後有另外的食法 這些就改到約1吋大粒 這樣大粒,全部改完 然後就洗兩三轉 務求把血水洗出來,現在就瀝水 接著我們準備凍水,開火 將牛煎放進去,飛水 我們準備2公升的水,現在先煲 先煲一下 牛肉,飛到水滾,再飛10分鐘 凍水加熱的效果,大家都看到 泡泡都出來了 我們在旁邊,準備一瓶清水 把牛肉撈光,洗乾淨 牛煎洗乾淨之後 我們再加幾塊這些 香葉,又是月桂葉 我們先放進去,先煲 港式茶餐廳的做法就是這樣 如果是西餐的,我們會把牛煎 拌茄膏、香葉、西芹、洋蔥、甘筍 我們會放進焗爐裡,會煨香 現在先放進去煲 牛肉湯,正在煲 現在就處理蔬菜配料 一般蘿蔬菜配搭是怎樣 三至四人份量,用了半個洋蔥、兩隻薯仔、兩隻蕃茄、三分一個檸檬 椰菜的比例要多些 西芹、青椒、紅椒,如果喜歡吃辣的就放些辣的紅椒 現在先把材料切完 除了洋蔥之外,其他材料都放在一起就可以了 煲湯不用切得太小粒 準備一粒蒜蓉 蕃茄也不用太小粒 我們就繼續煮吧 這些椰菜也不用太小,這樣就可以了 材料切好之後 大家有沒有刷過多了一罐茄膏 有很多網友都問我聲聲 為什麼外面的蘿蔥湯這麼好喝 我經常煲不到那種味道 有個關鍵竅門 我們再用火 燒熱直鑊 加入適量的油 可能要爆些洋蔥 用了洋蔥之後 十秒鐘左右 有香味釋出 我們加入蒜蓉 然後加入茄膏 現在加入茄膏 加入茄膏後 要爆香才會有作用 我們加入2個湯匙 現在就剷香 當茄膏剷到的香味釋出 我們把其他配料都拿進去 全部炒香 炒香的材料 煲鵝松湯 這個步驟是很重要的 我以前做 我外面剛剛入行的時候 有個師兄專責煲鵝松湯 回來後 只是切配料 煲湯 可以煲很多 因為2餐都很大 有300個湯匙 現在就炒香 炒香後 大家覺得要留下檸檬 檸檬直接放在鍋裡 待會繼續 炒多久呢 炒10分鐘 再炒兩組 我們外面做羅宋湯 另外還有一個竅門 就是 我們所有羅宋湯 都要煲隔夜 比較得手的 還要隔兩夜 羅宋湯的菜味 才會跟湯融合到 現在炒了差不多10分鐘 材料當時有軟身和香味 現在我們把旁邊炒 慢慢全部炒下去 煮滾了之後 煮滾了之後 我們保持這個火爐 煮15分鐘 然後關小火煮2個小時 現在看一看 看一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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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濃郁 現在不是最佳的狀態 如果大家早上煮 焗幾個小時 晚上再煮滾 羅宋湯更好喝 這個大牛腱 先拿起它 有什麼用途呢? 我會用鹽和黑椒醃進去 然後冷凍 現在就調味了 西式湯水之中 羅宋湯是最難調味的 因為超過有三種味 甜、酸、鹹、辣 首先加入鹹味 然後加入半茶匙鹽 現在有鹹味 現在到糖 我們加入1茶匙 現在先試一試 試完之後味道差不多 辣味的來源 我們拿一些小白椒 就視乎你喝到多辣 讓大家看看 濃郁的程度 羅宋湯要焗一焗 最少要焗5-6小時 焗一晚就更好吃 我以前在外面做茶餐廳 我的羅宋湯我堅持要隔夜熬 這是我自己的堅持 是不是很濃郁的? 色香味濃郁的羅宋湯 就完成了 當中涉及2-3個竅門 大家可以嘗試一下 喜歡喝羅宋湯的朋友 請給我讚好 訂閱職人吹水的頻道 幫我分享這個 港式的羅宋湯 下個視頻再和大家分享 多謝收看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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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